熟悉我们歪歌社团的朋友都知道 我们团长山东呼宝义写的第一本小说是在2006年创作的科幻小说宇宙巨变 当然这是后来改的名当时是叫20年后 后来发现20年转眼将至 但是书中写的东西除了VR眼镜云电视智能手环等等几个小物件真的实现了之外 其他的至今连个影子都没看到 所以就把书名给改了时间线也推迟了 而说起科幻小说这还真不是我们现代才有 你能想象得到吗 在我国的古人们也创作了很多科幻小说 我们今天要说的就是唐朝的怪书有洋杂祖 里面有这么一个故事 在唐朝有两个读书人他们在山剑中散步的时候 一不小心迷了路 正当他们一筹莫展之际 突然听到附近草丛里有人在呼呼大睡 二人好生欢喜赶快去把那个人叫醒 结果对方醒来后 直接问了一个让二人猛逼的问题 你知道月亮是由什么组成的吗 两人摇了摇头 那人接着对他们说道 月亮是由矿石组成的球体我们都叫它月球 好家伙这本书的作者是不是穿越到唐朝写的书 这也太牛了吧 我们继续往下看 只见那个人又问 你们觉得月球会发光吗 当然会了 这两个唐朝人肯定的回答了起来 没想到那人却哈哈大笑了起来 我告诉你们吧 月球本身是不会发光的 它只是反射了太阳的光 看到这里我还是想问一声作者 您真是唐朝人 不骗我 然后这人又说 它是一个在月球挖矿的组织成员 他们这个组织有八万两千多个人 它只是其中之一 它的原文是 长有八万二千户修之语及遗数 这句话用现在的话来理解 那妥妥的是一个挖矿公司啊 他们还说就连吃的饭也和地球上不一样 吃了他们食品虽然不可以长生不老 但可以一生不得疾病 原文是 分食此岁不足长生可以生无极耳 它再说了一会之后 给两位唐朝人指明了道路 便消失不见了 这本书的诞生时间比现在早一千多年 而那个时候的古人想象力竟然这么丰富 真是不可思议 请这次女士等订阅 物费是宽物费是婊女的 媳婦儿 请这次ハッ ^^